剛剛的問題 同學問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老師如果我現在這樣執行OK 可以看到結果是正確的 但是問題 我現在如果假設我直接在這邊執行的話 像剛剛有同學就直接在這邊執行這個什麼 跨工作表與物件執行 發現裡面是空的 雖然有畫裡面的圖出來 但裡面全部都沒資料 那原因何在呢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在這裡 就是 你注意看一下 裡面的那個什麼 裡面的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有指定什麼 就是在這個畫圖表的部分 我們有指定是哪一個 哪一個SHITS 可是呢 裡面有一些Range 只要你看到Range跟Sale 前面如果沒有放SHITS物件的話 那它指的就是你目前的工作表 所以呢 裡面會出錯就是沒有SourceData 為什麼沒有SourceData 因為你現在這個Range裡面 它資料是放這裡 可是呢 你現在在這邊執行 它在這一個裡面找不到 比如說呢 A1裡面到M1裡面是空的 然後什麼呢 A2到M2裡面也是空 所以你會發現它裡面畫出來都空的 那什麼的氣溫 那什麼的氣溫 在A欄裡面也是空的 所以它裡面抓到就是空的 所以 合理 那怎麼改 其實這樣改 因為我這邊名稱 我叫全省氣溫 這邊有一個全省氣溫 把這個先刪掉 我乾脆改同樣名稱 把這邊叫做全省氣溫 這邊叫全省氣溫圖表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只要看到Range 跟看到Sale 那我就指定給它什麼 給它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給它 跟它講說 這個是叫 sheets的 所以後面加一個點 這個 哪一個sheets 我的座標對 不過不對啊 我應該是以這邊就好 這個地方不用 所以這個應該是抓這邊的座標就好 所以這邊不用加 要加的應該在這裡 我的資料呢 在前一公座標 然後我的 座標 我的那個 哪一個 哪一個 側站的 這個座標 是在前面一個 所以前面一個 OK 然後這兩個變更 這個就不用變 因為這個就按照這邊的座標就好 OK 那我把它做刪除 把這個刪掉 那我這時候在Range的話 應該就OK了 你會發現 有了 資料OK 上面的名稱也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就是說 如果你按鈕的位置 因為剛剛同學有把按鈕放在這裡 如果你按鈕放這裡的話 那你就需要加那個sheets 可是如果說你將來的按鈕 是在這裡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不用加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假如說 你目前是在這一個了 已經在這裡了 那你就不用再跟大家講說 在這裡的 什麼 你現在已經在台北市了 你就不用說 我在台北市的 河濱東路上面 你就說我在河濱東路上面 人家就已經知道你在台北市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取決於 你是不是 在那個工作表裡面執行 某一個程式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跨工作表 所以其實有時候跨工作表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你要知道他們 到底在哪個工作表 甚至將來的話 有可能有所謂的跨工作簿 跨工作簿 就是不同的Excel檔案 OK 比如說不同檔案 可以交換資料 也是一樣同樣的道理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 再把那個什麼 這個地方 乘以3 那乘以3 那乘以3部分的話 當然我把它縮小一下 也許 它的概念 因為這樣看的話 應該 就比較輕 主要就是 假設我今天第一個 畫在B到K 下一個從L開始 所以L之後的話 再 不妨放太下 因為你可以把它縮小一點點 然後 假設L H到10個 2 4 6 8 10到U好了 再放下一個 所以L 跟U 那其實我們可以怎麼做 大概可以這樣想 也就是說 你將來 其實可以跟哪一個 跟I的詞 做一個 這個計算 如果說 當這個I的詞 假如說它減掉多少 減掉2好了 把它歸0 減掉2之後 如果I從2開始 然後如果它的詞 假如說能夠被整除的話 所以那個整除就是除以多少 除以3之後 把這個瓜糊 除以3之後 等於多少 如果除以3之後 比如說這個減完0 0除以3還是0 如果等於0的話 那就是放在這裡 等於1的話 如果等於1就放這裡 OK 如果等於2的話 那就放這裡 有沒有 0 1 2 下一個是0 1 2 有沒有 那就可以一直往後化 有沒有 所以這邊可能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這個公司之後的結果 是得到什麼 得到0就放這裡 得到1 得到2 OK 所以程式有點邏輯 比較相對複雜一些些 也許你們可以試寫看看 這是我想到的方法 OK 至於怎麼寫 也許可以玩玩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再來就是網路爬蟲部分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爬蟲難度相對比較高 但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如何在VBA裡面 去實現下載網路資料 其實用IE物件真的是非常好用 但是有點難度 這個IE物件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它的主要原理很簡單 就是呼叫我們電腦裡面的IE瀏覽器 你想說為什麼不呼叫Chrome瀏覽器 當然因為他們不同公司的 所以呼叫IE比較簡單 當然可不可以呼叫Chrome 我想應該是可以 這是很麻煩 因為它本身IE已經都內建了 所以第一個 我們把這個IE瀏覽器叫出來 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它裡面的 特別注意 這裡面有個規則 我剛剛講到 主要是抓什麼 抓裡面的table 所以我這邊的檢查之後 裡面主要是抓什麼 抓裡面的這個範圍裡面的 一個叫table 所以table的這個標籤 裡面的tr 所以你把這個展開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面有很多tr 那tr裡面的話 當然我除了td之外 我還要把th全部抓下來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 裡面的inner test 把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當然因為相對程式比較複雜 所以我先直接拿這個程式來做說明 我到底怎麼寫的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剛剛有run給各位看 第一個的話 我先前面 第一行敘述的話 就清除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按F8好了 我主行來跑給各位看一下 F8 第一個 Click 把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那再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IE瀏覽器 就是IE瀏覽器直接把它放到VBA裡面 當成一個物件執行的話 很簡單 叫做Create Object 也就是說 以後不是只有IE瀏覽器 以後如果你要 比如說VBA不能寄信的話 你如果要寄信 你可以呼叫Outlook Application 有沒有 可以把Outlook呼叫進來 或者是說PowerPoint也是一樣 你如果要把 你做完的東西放到PowerPoint 你也一樣可以呼叫PowerPoint Application OK 所以特別之外 你會叫Internet Explore.Application 它會建立一個 SET才記得 剛剛有用到SET SET就是說 把它變成一個物件變數 IE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OK 所以 這個時候 在記憶體裡面 已經有一個IE瀏覽器產生了 但是我們看不到 所以理論上 當然以後不會讓你看到 不過因為為了要讓大家 比較能夠理解 所以我底下多寫了一行 叫IE.visible visible visible就是看不看得到 等於1的話等於True 意思說可以把它打開來 True的話就是打開來 OK 你會發現 但理論上 我們通常是不會把它打開來 OK 接下來做什麼呢 在這上面輸入這個網址 所以我把中央氣象局那個網址貼到這邊來 然後其實用一個語法叫Navigate 幫我連到那個網站上去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它就載進來了 再來的話底下有一行 這個叫application.waiter waiter 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要載入這個網頁需要時間 所以通常後面加一個3秒鐘 如果不加的話就會卡住 對 沒錯 因為它還沒載進來你就抓 當然抓不到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就是它因為是串流的關係 所以你要讓它整個網頁先low進來之後 你再去抓它 但如果它還沒low進來 你就直接抓一定會抓不到任何東西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3秒鐘 不見得一定是3秒鐘 以後你也可以增加一些時間 如果你現在抓又low 3秒又不行 那你就4、5秒鐘 甚至10秒鐘慢一點沒關係 總比你用圖把鏈剛抓來的快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application.waiter是說 讓這個程式停一下 像什麼時候會用到 除了說像抓網路資料之外 像那個用outlook 批示幫你寄信的話 其實也要讓它等一下 因為之前有同學 一下把大量幾萬封信寄出去 最後server就把它列為黑名單了 為什麼? 因為怎麼可能一個人 這麼快的速度可以 一下子在1秒鐘以內 把1萬封信寄出去 怎麼可能對不對? 一定是用程式的 那怎麼辦呢? 我就跟他講說 你應該什麼? 先位置 停多久 看 可能要看server 你停越久越好 反正你在背後執行 可能你就是停個1分鐘好了 或停30秒鐘 再寄下一封信 你就慢慢寄 不要讓server以為 就是你是很快去寄這個信 那當然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所以特別之后 如果你希望你的VBA可以停下來的話 記得叫application 這個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本身 點waiter 後面就是現在的時間 加上幾秒鐘 點3秒鐘 好,下一段 再來的話 我剛剛講過 那這時候其實 你的瀏覽器已經載下來了 資料都在這裡 所以其實 如果你用IE瀏覽器抓資料的話 它有個好處 就是說 只要資料能夠放在這個瀏覽器裡面 被看到的資料 通通都可以幫你把它抓下來 並且放在Excel OK 那當然如果你看不到 當然另張別論 不過理論上 如果放在瀏覽器裡面 可以看到太多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找什麼 找這個網頁裡面的table 所以我剛剛講的 按右鍵 把它檢查一下 不過這邊不是叫檢查 按右鍵 這邊會有一個table 那我要抓這個table標籤有沒有 其實裡面 我的習慣是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Ctrl-F 尋找table 它就出現 前面加一個小於 你可以看到 這個網頁裡面到底有幾個table標籤 你會發現一個 有沒有 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就是抓那個 通常它的編號 所以從0開始 所以 一個 抓這個就對了 把它抓下來 所以底下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 我們用IE物件 它裡面有一個叫Document Document就是 這個裡面的 這個東西叫Document Document裡面 等於是說 這個 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的整主體 它裡面的話 有個方法 叫做 Get Elements Elements 就元素 By TagName Tag就是HTML裡面的標籤 標籤名稱就是table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幫我找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叫這個的標籤 小於table這個標籤 有的話 幫我把它 載回來 所以我們這行找到之後的話 就把這邊找到了 再來的話 找到這個標籤裡面 這個裡面的所有東西 我已經載進來了 再來的話 再找什麼 找裡面的TR 所以把這裡面 TR不只一個 所以我們就給一個變數叫 TRS 這個變數名稱 就是從這個table裡面 再幫我 在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TR 幫我找出來 OK 那找到之後的話 並且幫我把裡面的所有的 TR 一個一個幫我把它抓出來 可是問題 其實這層次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一般應該裡面都是TD 可是它就是一個 一個頭叫TH 其它叫TD 這就是比較麻煩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想一個方法 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0 因為它的編號從0開始 到TRS這個列裡面的總長度-1 因為編號從0開始 所以最後長度一定是-1 然後set什麼呢 如果它裡面有TH的話 那就幫我抓TH 如果它不是TH的話 就幫我抓TD 不過這層次你會發現 寫的有點複雜 而且在裡面又有一個回圈 所以這個裡面其實只是判斷什麼 判斷它裡面是TH 還是TD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啦 這個地方1月按右鍵檢查一下 你會發現 這一列裡面 全部都是TH 所以我這邊的判斷是說 如果它那個TDS 這個TDS指的是抓那個TH 如果是大於1 表示說它一定是一個以上 那應該就是1到12月這個地方的資料 那你就幫我把它抓到哪裡 抓到1到12月的地方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找一下 你會發現 第一次的話一定是會跑這裡 TDS這個長度應該是12吧 OK 那應該會大於1 所以我就把這裡面的資料 1到12月把它放到這裡來 那你會發現第一個是空白的 所以裡面沒東西 第二個是1月 有沒有 第三、二、三、四 分別把這邊 通通都1到12月就抓過來了 這邊的話應該是1到12月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抓什麼 再來應該就是抓底下 有沒有大於應該沒有 淡水的話 只有1 只有一個TH 那怎麼辦呢 先把TH 所以底下邏輯是處理底下的 所以把那個TH部分先抓過來 然後呢 分別把它裡面的inner test 裡面的資料 把它抓到這邊淡水 然後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就是它的氣溫部分 一個一個幫我抓過來 有沒有 OK 那底下都一樣了 所以把它全部執行 跑完之後有沒有 到這邊我先中斷一下 來 全部跑下來了 很快有沒有 但是呢 有幾個地方不OK 這兩欄不要 這兩欄如果不要的話 那你可以寫colns n到o有沒有 delete 所以這兩欄不要 這個時候呢 把它delete掉 最後欄寬 因為會有寬有窄 所以最後再加一個colns.autofit 指了什麼 欄寬自動調整 最後 因為IE現在還在run 那你要怎麼把它關掉 很簡單嘛 底下有什麼 IE.quid 就是幫我把它關閉了 它就關閉了 OK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VBA很多 其實可以呼叫很多外部的程式 做完之後 把需要的資料通通抓過來 但是 可能難度會相對比較高 最難的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針對什麼 針對上面的實際發生狀況 OK 所以上面這些呢 主要是處理什麼 處理月份的部分 所以你們可能要自己看一下 這個程式 這個TR有沒有 就是這一列 它裡面都放TH 那底下的話 全部放一個TH 底下全部都是TD 所以當然我這邊是 我按照我看到邏輯寫 如果你覺得還有可以讓程式更精簡的話 也許你可以自己把這邊再把它修改一下 OK 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程式放在底下 可以剛剛 這個比較難 所以你們乾脆直接拿來貼好了 在這裡 15 畫面先還給各位 你們可以直接拿來貼 然後自己稍微修改 看一下這個程式部分 甚至將來可以拿這個當範本都沒關係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範本 網路應該是很難找到這樣的一個範本 好